他在鏡頭前擺出各式posts 這是知名服裝品牌獨身貴族的拍攝現場 經營39年的品牌在業界頗有名氣 官網上還秀出各式各樣的產品照片 吸引消費者購買 但沒想到現在去金寶 服飾品牌早已積遣員工兩個多月薪水 包括台北市和新北市桃園市 都有百貨專櫃遭到車櫃 上百名員工氣得投訴 部分員工已經透過地方勞工局協調 希望公司儘快付清欠薪和資遣費 否則生計都受到影響 甚至交不出孩子的學雜費 而對此獨身貴族總經理日前發出道歉信 開頭就表明犯了一個錯 這個錯誤可能會影響公司未來 向員工探言因為投資被騙 會希望想辦法趕緊將欠薪發下 但希望員工能夠一起度過難關 但這樣的負面消息恐怕重創公司傾向